台湾的政治场域有很多非常认真在工作的人 我觉得这个精神是我们台湾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资产 那我们现在有一位认真负责非常努力的议员 如果黄洁被罢免的话 我觉得这对台湾所有的政治工作者来说 都会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 我们希望所有凤山的朋友们可以站出来 礼拜六投一个票 我们把好的议员留在市议会 肯定认真工作的台北市议员 一个为劳工权益 一个为托育 一个为性别平权发生利益 好的议员我们让他继续认真在台北市议会 在高雄市议会 这其实之前在从这个罢免成案之后 就一直有在邀请当中 希望说各界不分党派 大家都可以为这个为这个凤山区的这一次重要的这个中止报复性的这个选战可以一起站出来发声 那也很感谢吴云农 吴主委特别从台北南下今天台北高雄两位主委都站出来 北高双帅他们刚好也穿得很像 在这边一起站出来发声 希望说所有进步派有理念的政治人物 都能一起为这一场暴富式的罢免 画下一个收纸符 希望说大家一起终结这一场暴富式的罢免 让台湾未来不会再蔓延这样子仇恨的风气 希望从凤山就可以作为最后一战 感谢观看 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